大家好,我是塔岛哥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王冠第五季,第六集的精彩故事 在这一集中展示了菲利普和伊丽莎白二人婚姻生活中的重大矛盾 以及由此所揭露的另一个更深层次的讨论 这一集涉及大量的政治隐喻 存在一丢丢观影门槛 接下来咱们慢慢聊 1991年12月25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 鲍里斯·叶利钦正式成为了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任民选总统 在这之后 叶利钦推行激进的改革政策 执意推行西方总统制 而当时的国会议长和副总统 则认为俄罗斯应实行议会制 随着两派的斗争愈演愈烈 1993年爆发了俄罗斯宪政危机 又称十月政变或黑色十月 其结果以叶利钦的获胜宣告结束 并强行解散了俄罗斯联邦议会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时期 西方媒体对叶利钦的报道 这一幕也揭示了 叶利钦是深受西方国家和俄罗斯金融寡头的支持的 英国首相约翰·梅杰 更是在十月政变发生后 第一个访问莫斯科的西方国家领导人 当女王问起首相对叶利钦的印象时 梅杰自然是表达了对她的肯定 但是就一点 我跟这家伙相处的那几天里 基本就没有过清醒的时候 这一点也是对历史的高度还原 叶利钦从建筑局的一个酒品芝麻官 最终一路喝到俄罗斯联邦总统 其酒量绝非浪得虚名 更以一手谦卑不醉的酒桌外交震荡还宇 叶利钦随后也向梅杰表示 希望自己收到白金汉宫的正式访问邀请 到时候来英国转转 有事没事搞搞关系什么的 当叶利沙白向丈夫讲述这一消息时 菲利普显得毫无兴致 正在收拾行李 急匆匆的准备出门 表示哥现在很忙 要说菲利普忙 那确实也是忙 但是也没有拉么忙 搞得精神交流的时间还是有的 之后不久 叶利钦到访英国 双方签署了自1766年以来的 首份英俄友好条约 在即将前来白金汉宫会见女王前 女王的秘书罗伯特 向女王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这个叶利钦 以前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 党委第一书记 这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以前被称作叶卡杰林堡 而这个叶卡杰林堡 正是伊帕迪耶夫故居的所在地 而这个伊帕迪耶夫故居 在1917年10月革命爆发后 囚禁着俄罗斯帝国的末代皇帝 尼古拉二世 及其家人和仆从 1918年7月 尼古拉二世家族及仆人 被布尔什维克军队领制一所废弃教堂内 遭到了集体处决 事后他们的尸体 被浇上硫酸和汽油烧毁 残余的骨头渣子 被埋在了叶卡杰林堡地区的 一个废弃洞穴中 而这个伊帕迪耶夫故居 在1977年时 被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 党委第一书记叶利钦 奉命拆除 所以当叶利钦邀请女王 前来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时 女王重点问询了一下 对方有关此事的情况 表示应该好好安葬罗曼诺夫一家 叶利钦赶忙表示 定当如此 定当如此 且一再重申 这事跟哥可真没半毛钱关系 这都是布尔什维克那帮人干的 我就是一个奉命行事的马仔而已 这位民选总统 还一并对女王说道 戴意牛俩 叶利钦又说道 待返回俄罗斯之后 叶利钦立马下令赶紧挖人 这事要是办不好 女王不来啊 但是在确认尸体的过程中 存在一个难点 此时需要动用DNA技术手段 当时全世界唯一一个 能进行古DNA测序的地方 就在英格兰的奥尔德马斯顿 这个时候 菲利普亲王就派上重大用场了 因为菲利普的姥姥 是尼古拉二世的妻子的姐姐 所以需要拿菲利普的DNA进行比对 当伊丽莎白和菲利普探讨此事时 菲利普惊讶于自己的妻子 对生物学的基础知识竟一窍不通 再一次发现自己跟对方交流起来 实在是力不从心 这哪里是探讨 俩人水平差不多那才叫探讨 咱俩这顶多叫尬聊啊 那谁能跟我探讨呢 佩尼啊 菲利普本就对各类新鲜事物持开放态度 最近更是在佩尼的陪伴下 继续深入研究生物技术 并将其和自己的家族故事 逐渐串联了起来 开展了一场深度寻根之旅 这一深挖可道号 猛然发现自己的媳妇 竟是自己的家族仇人 在前往俄罗斯的飞机上 伊丽莎白看出丈夫的异样 尝试着讲了一个笑话 菲利普礼节性的硬笑过后 便不再作声 女王本想着通过这次的访问之旅 顺便和丈夫多相处相处 再拉近拉近距离 结果等到了俄罗斯之后 发现菲利普望着眼前的一草一木 竟有一种把他乡当故乡的错觉 注意力没有一丝一毫放在自己身上 无法继续淡定的女王 终于找上自己的丈夫正式问话了 菲利普也在这个时候 向妻子道出了实情 暂且不说咱们两人 迥异的性格和完全不同的志趣 我就想问问你 你知道你的祖上当初 是怎么迫害我们家族的吗 这件事咱们得详聊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是英王乔治武师的表弟 尼古拉二世在退位以后 英国政府打算派船 接尼古拉二世一家子到英国避难 但这件事若没有国王的手 手相也不好采取动作 乔治武师在看过手相的信后 表示让妻子玛丽王后拿主意 因为他向来比自己更有判断力 然而玛丽王后决定 不予救援 这便有了末代沙皇一家惨死的结局 这一集关于此情节的展现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第一个是相对于信件内容 乔治武师更加在意 信纸为什么会渗鼻水 第二个是乔治武师肩膀上的鹦鹉 意在凸显其不干正事的玩闹做派 此处稍有瑕疵的地方是 剧中为金刚鹦鹉 现实中实则是一只非洲灰鹦鹉 第三个是相较于此事 乔治武师此时心里惦记的 是随后的打猎活动 当菲利普把上述种种告知妻子后 还一并补充道 我本生来是东正教子民 还跟俄皇后是血亲 就为了和你的婚姻 你知道我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吗 现在各种希望完全幻灭 你知道哥有多孤独吗 伊丽莎白问道 你这些个屁话都是从哪儿停的 菲利普答道 哥的灵魂伴侣佩妮啊 于是乎女王在返回英国之后 当即找上佩妮一问究竟 佩妮告知女王 就有关文档记录显示 玛丽王后和俄皇后这俩人 一直是敌对关系 两人曾在少女时期 因为感情的事争风吃醋 所以玛丽王后不希望俄皇后来英格兰抢风头 然而女王却表示 你终归还是书读的少 玛丽王后根本就无暇吃醋 她之所以拒绝庇护罗曼诺夫一家 其真正的原因是 英格兰公众普遍反感沙皇 因为俄皇后是德国人 玛丽王后此举是为了保护君主制 王权高于血缘 这个道理你是不会明白的 在这之后 女王还邀请了佩妮在圣诞节 陪同她一同前往桑林德汉姆 通过此举来堵住媒体的嘴巴 意在向外界展示 我们两家是正儿八经的好朋友 而已 故事的最后 伊丽莎白结婚47周年纪念在即 首相玛丽王也在这时和对方聊起了 如何经营幸福婚姻的话题 玛丽王说道 夫妻俩可以性格不同 兴趣爱好也不同 形式风格也不同 这些都无所谓 但是最好不要试图改变对方 说罢还一再强调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我这是从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妻子 安娜身上学的 今天的最后补充两段重要史实 剧中尼古拉二世和妻子交谈时用的是俄语 但实际上罗曼诺夫一家 彼此说的是德语和英语 第二点则是重点关键情节 根据20世纪80年代所披露的资料显示 当初拒绝为罗曼诺夫提供庇护的 并非玛丽王后 最终拿主意的人 正是豪表哥 英王乔治武士 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21世纪的今天 竟还有人选择让女人背锅 第六集 完